是什么 republican的? 那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分手和约 这部电影是什么样的一个电影 什么样的故事情节 你还记得吗? 还记得你还记得吗? 还记得你还记得吗? 嗯...就是...其实我们叫叫它爱情电影 但我们拍完了以后 我听说韩国有一种说法 会叫这种电影叫秋天电影 就是有点伤感 但我认为很治愈 因为人 可能不会 自己亲身经历那么多 大起大落的感情 但当你走到电影院里边 去看李琴跟何俏俏 这样很不容易地 走过来的这些年 你会有感触 你会流眼泪 然后我觉得对自己的心灵 也是一种洗地 也是一种宣泄 我说我们的电影院是 《Mellow》中文字幕 我们在说是 我所在说 我所在说 是一个温暖的感情 有些人的感情 有些人的感情 就是有些人的感情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生命的生命 有些人的 非常非常 有些人的 相比比较多 但 《电影院》和《封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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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销》 通过 《封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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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销》 感谢观看